我幹你娘這些死屁孩晚上在那邊給我運動會耶 超級不爽 半夜在那邊吵 幹真是不是要在吵三小 我下午心情蠻不好的 跟你們講一件事 就最近啊 我發現我室友的貓 就不知道什麼都會躲在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因為我房間裡面有一些貓窩嘛 然後他就躲在我房間的貓窩裡面 然後就鬥不出來 其實貓蠻容易吐的 所以就是 偶爾吐個一兩次就其實還好沒什麼事情 可是我連續兩天都發現他在吐 然後而且他 他吐出來是沒有東西的 就空的 就是就是吐那種胃酸還是什麼的 就是裡面是完全沒有任何食物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而且因為都是吐在我房間 我怕我室友沒有發現這件事 我趕快跟我室友講 那隻貓叫羊羊 所以我已經連續兩三天發現羊羊在我房間吐 然後 都沒有吐東西出來 就感覺沒有在吃東西你知道嗎 然後 他的腰就整個這樣凹陷下去 整個變超瘦 可是因為那隻貓年紀有點大 就是十來歲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感覺就是 可能需要看一下醫生 然後我室友今天就 昨天 就帶他去看醫生這樣 就發現是就是有 腫瘤 好那個時候檢查就說有可能是惡性腫 就馬上就排手術 所以今天就去做手術這樣 昨天他因為就是有做一些檢查什麼的 然後身上可能有一些 就是檢查的小傷口什麼 他就有帶那個 脖子的那個 就是防 防填的那個頭套 然後 因為他本來很喜歡躺我的那個貓窩 然後結果他戴了那個頭套之後 他又躺不進去 超可憐 因為其實那個貓窩是他避難的地方 因為他是我們家唯一超過十歲的貓 就是他就不想 他就不太喜歡跟其他年輕的貓玩 我們家其他的貓 年紀大概都三四歲 所以就都很好動 然後就一直煩他 然後他昨天就 就身體很不舒服了 然後就那些屁貓 然後就又一直煩他什麼的 他就有一點 躲到無處可躲 然後昨天就覺得 噢幹 很心疼 然後反正就是我們昨天就是 為了要讓他可以好好休息 我們就決定把所有年輕的貓 就是都放在客廳 讓那隻生病的癢癢可以 就是在我室友房間 可以安靜的 然後就可以不用 不用理那些 很矮小的年輕貓 然後結果 我幹你娘 那些死屁孩晚上在那邊 給我運動會耶 超級不爽 半夜在那邊吵 幹真的不知道在吵三小 跑一跑去 跑一跑去 然後重點是因為我房間還是開著 所以他們就會在我房間 然後到客廳 然後這樣子奔跑 然後跑到什麼 我水壺也掉了啦 然後相機的腳架 然後也掉了啦 然後我乳液 我起來的時候看我的 乳液居然掉在他的貓水碗裡 我想說 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整個晚上都超吵 然後我就整個睡得超級不好了 反正因為就是那隻老貓 他就是因為今天要手術嘛 然後手術完之後 我室友又傳給我看他那個手術完 然後傷口很大 然後整個包起來 他整個中間的身體這樣子 然後用那個紗布 然後什麼的包起來 然後我看到之後就 我瞬間耶 我就瞬間 就掉眼淚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 羊羊是我們家最會跟人撒嬌的貓 羊羊就是完全不調皮 他就是會就是用頭頂你啊 然後會希望你摸摸他啊什麼的 羊羊是家裡最最溫順 然後他也很常來我房間睡覺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就是我下午室友 我傳給我那個照片看的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 我直接 直接 掉眼淚 然後就眼淚就這樣掉下來 我室友就說他直接在醫院爆哭 我真的會很難過 可是其實我自己蠻意外的 我覺得 我也不會跟羊羊 或者是想要什麼睡在一起 好像其實相處的時間也沒有到很長什麼的 可是真的看到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 幹真的好難 真的好難過 現在講一講我會有點 我本來自己以為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然後就沒想到搞得我一整個下午 然後我心情都超級不好 因為我又覺得 幹 反正看我們的照片我會覺得 希望那個也好好的 哎呀 反正就很難過 然後那個 手術傷口這麼大一塊超煩 噢 羊寵物真的好可怕 我的天啊 沒發生事情我都不覺得怎麼樣 然後結果 天啊 受不了 受不了 而且 就是我們平常真的其實沒有睡一起 所以我就覺得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那麼難過 啊 但總 總之就是我下午心情很不好 會吃不下飯嗎 是不至於 但是想到就會心情很不好 就會覺得 會覺得很心慘 而且也不知道手術完之後 能吃什麼 不知道要怎麼 不知道要怎麼照顧 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這狀況 我上次因為心情不好 在實況上哭 已經不知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 除了上次確診快賽之外 跟他以來從來沒看過 在自從魔鏡畢業以後 我就很少 很少再哭了吧 就會覺得要 要堅強 沒想到因為貓咪的事情受不了 好啦 至少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看Cyberpunk沒哭 不是因為我冷血 只是因為他沒中我的點而已 說不定Cyberpunk把女主角變成貓之後 我就會爆哭了 還敢批 隨便在那邊運動會 還敢批 那就是這些小屁貓 需要發貓咪料理指南到DC嗎 你是說數號料理指南嗎 還是你剛剛是很認真的說要三杯他們 不是 並不用 並不用 我要給你們看昨天的照片 哭腰 就羊羊他跑來我房間躺 然後他昨天覺得你很不舒服了 檢查完很不舒服了 然後你看泡泡在那邊 隨時stand by 是怎樣 就想弄他 他又覺得 幹 為什麼他可以躺在那邊 他不爽 然後就跳上來動他 我這樣會不會影響你們 想說 幹 媽的我來看才就是要看這女人搞笑的 靠北 哭三小 吹氣 我今天早上八點多錢 因為我們那個室友的貓不是生病 然後開那個動手術嗎 然後他們就說 如果貓咪復原狀況不好的話 就有可能要書寫什麼的 然後因為直接買動物的血的話很貴 醫院就是有說 那就先請我室友去問一下身邊的貓咪 有沒有 就是8歲以下 然後5公斤以上的貓 就是如果有的話可以帶來動物醫院 然後做那個協議配對 可以配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朋友的貓咪書寫這樣 金額好像就會比較便宜一點 今天早上我就想說 那我就帶泡泡去好了 因為泡泡 泡泡已經十幾公斤了 反正他就很胖嘛 他就是絕對是可以捐的 然後而且他還年輕 就是他才3歲以下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帶泡泡去 跟那個我室友的貓做那個協議配對 然後他媽的 在醫院 在動物醫院等2、3個小時 就配出來就說 抱歉不能配喔 配不起來 吃那麼胖 協議還配不起來 平常吃那麼多是在幹什麼的 真的 真的是一點用都沒有啊 然後就 還去 我還去看 就想說幫他兩個體重好了 還給我變胖 我這麼早起 然後睡超少的 等了2、3個小時 太變胖 然後結果最後什麼忙都沒幫上人家 哈哈 哈哈哈 我還要來 我還沒給你 我還要來